越来越多中国房主认为 房地产不再是可靠的保值工具 并开始抛售房屋套现 导致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面临巨大压力 中原地产汇编的数据显示 上海的卖方要价已连续三个月下跌 跌至去年年底 中国解除防疫风控之前的最低水平 尽管求售的二手房激增 但5月全上海成交量约16000套 较3月份减少三分之一 此次市场低迷 是由于人们对房产始终是中国最安全投资之一的信心 逐渐减退 一名最近以1000万元人民币 售出上海静安区一套公寓的银行从业人员称 他认为这是从房地产热潮中套现的最后一个窗口 其他大城市也面临着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局面 深圳的房主已将房价降至2016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在杭州郊区 一名房主在过去6个月内未能找到买家 最终不得不将房价降低了17% 100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 在今年5月录得自2022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政策面不以房地产行业作为短期刺激工具 反而希望降低经济对该行业的依赖 多谢观看